好 欢迎雅酌艺术的总监 卓彦秀 彦秀你好 黄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彦秀 在安神室内月担任很重要角色的 潘宗贤 潘老师你好 黄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说这个标题叫蝶 蝴蝶的蝶是不是有什么意义 潘神室内月我们有三个老师 潘宗贤老师 黄善善老师 跟我卓彦秀 我们三个人其实是很有力的铁三角 就是我们是互相的督促对方 我们一起在推动 当地艺术的发展的这一块 那蝶的这个意思呢 除了在我们的曲目上面 我们有两首跟蝴蝶相关的音乐之外呢 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团队 有更多突破性的发展 就像蝴蝶一样破勇而出 潘老师对蝶这个字哦 你的感受是怎样 因为觉得蝴蝶是很清零的 那长笛这个乐器也是比较偏向比较清零的感觉 同时因为蝴蝶我们感觉它是比较色彩繽纷 所以我们也是期待说长笛的音乐也可以像这样子色彩繽纷 就像我们这次演出的曲目一样 其实不管是长笛来提到影哲家 我们在舞台上的时间 每一场音乐可能就是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 对可是我们就是要在那个短短的时间之内 把我们之前所筹备比如说像猫猫虫 从那么久的时间慢慢在爬行然后化成涌然后之后再破检而出 这个时间其实是需要酝酿就像我们在锁备在练习 所以其实感觉上整个音乐会的锁备过程 真的你呈现出那短短的一两个小时 其实感觉跟图形的生命就是美丽的生命 美丽的颜色感觉是很接近 但是没有关系虽然短短的 可是我们还会继续筹备下一个 也就是说就像蝴蝶一样 它还是会继续在繁衍下一代 只要不停的繁衍起初就会一直看到 因为蝴蝶它象征的就是很自由 到处的飞舞 同时它很美 所以破检而出变作蝴蝶 那么蝴蝶它也象征一些成功以后的形象 所以你们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筹划 相信很快的在9月16号 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 我们就可以欣赏到你们 经过这段时间的筹划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奥克音乐会议 在这段时间的筹划之后 在这段时间的筹划之后 在这段时间的筹划之后